歡迎回到第三節的維路市政節目 過了兩節後 我對學校長有一個很敬佩的感覺 因為學校長很懂得找人合作 我們第三節就想談談未來恆星大學 另一個與其他機構合作範疇 就是亞馬遜雲科技 恆大會與亞馬遜雲科技合作 會創立恆大的雲創學院 可否請你和各位觀眾介紹 其實雲創學院的概念是怎樣 亞馬遜雲公司是全世界最大的 在雲科技、電商、AI 應該是最領先的國際機構 最初他們找我們的時候 他們都理解了我們一些背景 實際上我們在AI、電算、大數據 我們都比較能走前 例如說我們在2013年 已經成立了一個數據分析 和商業智能的學士課程 當時香港和美人說大數據 或者數據分析 所以我們雖然沒有傳統的理工科 但在資訊、科技、電算、數據 AI我們扮演得不錯 其實他們比較喜歡和一間學校創新多些 沒有什麼包袱 我相信他們和一間大學合作 創立一間學院都是第一次 幫我們培訓兩類人才 一類就是AI、大數據、雲端、專業人才 那些是很技術的 另外就是全校的學生 你當是通識也好 當是核心課也好 是不需要給學費 去修讀全世界一些認可的課程 不僅是學分 還要拿到認證 將來同學出去也有一個用途 所以這是互相 他也培養到業界的人才 他也給了很多資源 他甚至可以幫我們安排 就是學生出來做一些實習 大數據有關的資訊科技 我相信他們也很關心 就是未來的人才 我們都應該扮演一個角色 所以我們就 不只是看那個有關的行業 就算每一個學生讀什麼主修都好 都要提升他對AI的認識 對大數據的認識 對電商的認識 我想你這個起碼的知識 一定是很有用的 對學生的將來 除了AI和大數據 將來會不會有更多的 一些混亂課程會出現 有的 我們現在一直都加緊 特別在電商的課程 我們這一兩年都是比較多的 甚至我們現在起步 是培養自己的一些 可以做網上節目的 我們不敢說它是一個QL 就是我們學生可以下去做很多的實習 甚至可以發揮他們在這裏學的很多的科技 幫我們在網上去創新 推廣他們的產品 另外也都可以學生 不僅在辦公室裏面 做他的專業 我們要下去前舖 那些舖位裏做一天的店長 學習如何去應付顧客的查詢 要求如何管理好員工 這也是很多是Smart的方案在後面 其實恆新大學也很縮效 有一個所謂一學生一實習的計劃 去全世界都可以的 我們都找到的實習崗位給你 還有不要去得太短 去馬上去兩三個月 做一個全時間的實習工作 但現在當然很多年輕人 喜歡多一些新科技 新的media的嘗試 我們都盡量提升它的能力 以及可以找到一些實習的機會 香港現在發展這個數碼產業 你預期恆大會扮演什麼角色 我們都覺得未來是一個數碼的世界 這個我想不可以脫離了 所以全社會其實都是在轉型 不斷提升自己的競爭力 但作為一個大學 以及我們主要是一個本科的訓練 我們經常很強調 就是科技加人民加商業管理 很少只是單一件事 還有現在的年輕人 很多出來不是去就業 很多是創業的 所以也不只是科技 如果你沒有了一個人民的視野 是從人去出發 去做一些方案 讓人感覺到舒服 以及加強到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科技本身正是 其實是發揮不到整個社會的前進動力 所以我很強調恆大學 我們不會只是單講科技 我們其實是一家院 比較多講人民 如果科技和人民 再加上一個商業管理 因為我們起家是一個商學院 也是我們的優勢 所以這個定位是比較清楚的 就是不要忘記了 我們是一個人的社會 來出發去看科技 數碼社會一樣 我們有很多數碼工作 但一脫離了人的需要 人民的關懷 人民的視野 科技是沒有出路的 這個平衡點 我想大學要做是會容易一些 去到一個商業世界 很多時候就慢慢會偏惹了 我們一組的時候就提醒他 就算你設計一個很簡單的screen 從人的角度去考慮 怎樣幫助他工作 怎樣更加令他方便 怎樣令他容易跟人溝通 跟人合作 這就是我們經常提醒同學 很多事情都是從人的角度去考慮 除了雲端課程之外 在未來恒大還會不會開展其他新的課程 會的 我們都繼續去探討 特別我們在可持續發展方面 我們都在籌備一些課程 我們都是在考慮學科學院的東西 另外我們特別在media方面 在一些影視方面 我們在探討有一些全新的課程 很多新的課程都是跟創意的關係 另外當然就是落地一些 我們一些政策性的研究的課程 所以我相信陸續我們看到 恒生大學的課程 現在很多都是在香港首創的 我們都很緊密地知道那個脈搏 而且真的知道自己的優勢在哪裡 我們就不會說開很多人 譬如護理完全不是我們的優勢 我們不在那方面 我們一定集中多一些 跟商管、社科、人民傳播的 就是我們的優勢 謝謝學校長 我們今集也很清楚知道 其實恒大的優勢在哪裡 還有學校長也說了 恒大一個很特殊的結合 就是科技、人民和商業 三者之間的一個很獨特的結合 今集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拜拜 拜拜